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下午的这个课 那么下午的课呢 我们先第一个就是讲这个内容啊 这个叫做缘起记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缘起经 就是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个缘起经 这个一个版本 然后呢这个缘起经跟这个宣传法师的这个缘起经 我们今天上午学到的这个缘起经 实际上这两个呢应该是应该是一部佛经 应该是一个一部一部佛经 但是呢两个版本就有一点点不一样 然后那个宣传法师翻译的这个这部剑呢 内容就稍微多一点 然后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个缘起经 藏传佛教里面有好几部这个缘起经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缘起经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就这四句话 基本上就是这个四句话 前面我们今天上午讲过的这个 这部经呢什么时候讲的呀 在哪里讲就是这些呢 后面也有一个 但是它的核心的内容呢就是这些 然后这一部经 这四句呢不仅仅是这个缘起经 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 很多佛经里面呢 都有这四句话 这个四句很多地方都是有的 然后呢这个呢也就是我们的 佛教徒的一个平时的一个功课里面的一部一部经 很多人也念这部经 就像我们念金刚经啊 念波尔心经啊一样的 念这部经啊 很多人也就念这部经啊 那这个他的核心的内容就这么四句话啊 那这四句这个四句话呢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上午学到的那些内容呢 就是他就把它龙缩了 龙缩了以后呢就是四句话 这个我们也得看一看 首先啊这里面就是讲 诸法从元气 首先说诸法是一切法 一切法 这个里面这个法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不是讲的是佛法 也不是佛法 也不是法律 那这什么法呢 这个法 这个字 那个佛经里面的法这个字 它是来自于 印度的那个梵文里面的 达玛 达玛这两个 两个两个字 那么达玛它本身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啊 有就是大概有十多种 十多种 意思 不同的意思 那么其中一个呢 这其中一个是 佛法的法 平时我们就是 法指的是佛法 佛法的法 那么其中另外一个意思呢 它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不是佛法 就是指的就是 食物万事万物 万事万物 那么这个诸法 就是说 诸以切法 一切法就是万事万物 就是这意思 那么 今天我们商务那个学的 它主要指的是 人的生命啊 是怎么产生的 然后怎么轮回的 它就是 主要就是针对着 讲这个人的生命啊 那么这个里边呢 那讲的不仅仅是生命 这里面就是说万事万物 里面就包含了所有的这些 所有的外在的内在的一切的食物 这就是一切是无 就是主法 从元气 一切法 无论是人的生命 或者是宇宙 或者是其他的一切事物 都是从自己的因缘 产生的 从自己的因缘产生 这意思就是说 这个里面呢 它就是 意思就是说 去掉这个 叫走主 这样子的意思 就是说万事万物 不是走主 也不是万能的神 没有一个是住在这个世界的 这样子的力量 那怎么诞生的呢 这就是每个事情 每个食物 它都有一个自己的因缘 都有自己的因缘 那么都是从自己的因缘当中产生的 除了自己的因缘以外 那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 没有任何其他的 这个走舞的这样子的力量 没有这样的走舞珠 一切都是从自己的因缘当中产生 那么这个当中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这个理解 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 它没有走舞珠 没有这样子的走舞珠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的话 那一切都是从因缘产生的话 那我们今天上午给大家介绍了 这里面意思就是说 人如果他想解脱 如果他想往上走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也就是自己可以决定 自己可以决定的 人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不需要登到 走舞珠来安排 这就是完全是人可以 自己可以控制的 所以这些因缘当中呢 那么就是有我们的内在的精神的层面的因缘 也有外在的物质层面的因缘 不同的因缘 反正 总而言之 一切都是从因缘产生的 万事万物 然后呢 从因缘产生这个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理解 反是从因缘当中产生的任何一个东西 它都是虚拟的 都是虚拟的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这个龙叔菩萨 他们都讲过了 什么叫做本质 什么叫做本质 任何一个任何一个事物的本质 如果它有一个本质的话 那么所谓的本质 它就是是一个本身就是存在的 或者是外面的任何的因缘 无法改变的一个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这个本心 就叫做本质 也叫做本心 那么如果我们任何一个 一个外在和内在的东西 它有一个这样子的本质和 这个本心的话 那么这个因缘是给它 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 因为它的本质是 没有办法改变 它本质就是这样子 它的本质就是这样子 它已经就是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本质 那这个本质啊 因和缘 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改变 因缘是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 这样子 那么我们现在 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缘 它为什么可以改变 就是未来 它的结果 为什么这些东西呢 可以因和缘 为什么影响到它的过呢 这就是说明 它的结果是没有本质的 没有本质的 就是正因为它没有本质 所以它的因缘 完全可以决定 它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如果它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本质的话 本质和本性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因缘没有办法改变它 它永远都是这样子 没办法改变 那因缘能够改变 这个就是说明 它是没有什么本质的 它因缘 如果怎么样决定 都是可以的 那结果呢 用因缘来决定 那反是因缘可以决定的 可以操控的 这样子的法 这是没有本质的 都是没有本质 那没有本质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本质就是 就是虚拟的 虚幻的 虚幻的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呢 看因缘本身 因缘这两个字 它本身就在讲 讲什么 在讲空心 它也在讲元气和星空 我们可以分开讲 今天上午也给大家介绍了 如果我们不分开讲 这四个字不拆开讲的话 那元气也就是这个星空 星空它也就是元气 实际上这一个内容当中啊 都是有的 都是存在的 一切都是 因为一切都是用这个 它的因缘去改编 改编了以后呢 完了以后 它就完全是另外一个 它的因缘上面呢 有所变动的时候 然后它的结果 也就有很大的变动 所以它的这个国 完全是依赖 依赖于它的因和愿 那么它为什么要这么依赖呢 那它怎么依赖的话 就说明它自己是没有本质的 没有本质 没有本性的 没有本性 所以它的本性是什么 完全是用这个因和愿 它们来决定 这就是说明它自己没有本性的 那没有本性呢 这个就叫做什么呢 没有本性就是空性 没有本性叫空性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非常有意义 我们看任何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看 看某一个外面的任何一个物质 都是一样 用我们的眼睛看 然后我们以为我们看到了 这个物质的本质 物质的本质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本质 物质的本质 根本就不是它的本质 根本就没有看到它的本质 那这个话怎么讲呢 我们怎么理解呢 我们看到 难道我们睁开眼睛 看到这个万事万物 这不是真实的吗 佛就是说这不是真实的 不是真实 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 这很简单 从佛教的角度 或者从其他的渠道 也大部分的这个内容 都可以理解的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 就看到某一件东西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极光壁 我们看到一个这样子的 黑色的极光壁 那我们认为这就是物质 这就是外在的物质 实实在在的物质 这叫做举祥 具体化 真实存在的这样子的东西 这跟我们的主观的意识 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不是我们的意识 创造的 这是一个本质 就是一个物质 这个是我们的常识 大家都认为 这是大家都是工人的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 我们没有思考 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 当我们的眼睛 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这东西的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我们的 这个 这个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实觉 我们的实觉 这个当中就是 它的百分之九十九 是我们的实觉 如果我们正不睁开眼睛 那就不会不参省 不能参省我们的实觉 然后呢 当我们有实觉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就某一个东西了 有一个东西 看到了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实觉 然后没有看到东西 不会成 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啊 有实觉参省了 那就是就是某个东西看到了 那看到的这个东西里面呢 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九十九是实觉 本身是它自己 而不是物质 然后物质的这个成分呢 那就最多就是有百分之一 一都不到啊 其实准确的时候的话 百分之一都不到 百分之 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九十九 点 九九九九 后面加七个 七个点后面就加 加七个九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实觉 那剩下的 才是零点几 那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几 才是它自己本身 就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的这个 我们用我们的手 去抓这东西的时候呢 同样也是 因为我们的两个手指 就感觉到了它的出觉 那这样子以后呢 然后我们又知道它的宽度有多宽 它的梯极有多大 我们是用这样子来衡量 但是这个也是 也是也是不对的 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是用我们的手去抓住这东西 我们的手去感觉它的时候呢 然后也是这个里面的优势 百分之零点零零零几以外的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除觉 所以这个世界呢 真实的世界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大家越来越头疼 比如说唯物轮值 人为物质第一线 精神就是第二线 但是现在就是越来越头疼 就是到底物质是什么呢 物质在哪里呢 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 那么佛经里面呢 就是这样念这个零点零零零零 这个佛经里面这样 这也不是 这也就是你目前就是 就是可能是还没有解决这部分 你认为这个 这个是它物质的本身 实际上它根本没有本身 全部都是自己的 看到的是你的视觉 然后呢你摸到的是你的除觉 就是这样去它的所有的 你怎么证明它的存在呢 那不就是我们的感官 这就五个感官吗 那没有别的了 这五个感官 他们所获得的这些信息呢 其实都是它自己 那么它自己以外外面呢 有没有一个世界呢 然后就是 就是几千年前 就是到现在 宗教哲学里面 都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 这个争论 争论 但是佛教就是说 其实就是啊 准确的说的话 其实是没有的 其实没有 但是呢 佛教就它一开始的时候 它不会这样子讲 佛教里面有大乘 小乘佛教 大乘佛教 两个佛教啊 然后呢 这个小乘佛教里面呢 分这个 一切由补 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小乘 两个小乘 然后大乘佛教里面 伟师和忠观 这个大家是比较熟悉的 有四个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不同的佛教 这个也不是不同的佛教 实际上就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 两个不同的观点 那么这个不同的观点呢 越后面就是它的 就 它的仁智啊 就是对世界的仁智 就越神 越神 那么 它为什么是这样子 越来越神呢 那这是就是为了我们大家的这个仁智的程度 为了适合我们的人智程度 先告诉大家 说外面看到的 比如说一切由补 它怎么告诉我们呢 它就说 当我们的 当我们看到一朵花的时候呢 其实是我们的眼睛是真的是看到这朵花 是我们看到了这朵花 它会这样子 然后呢 一切由补上面呢 另外有一个呢 叫做经 佛经的经 经补 那他们告诉我们 他说 外面又没有一个无知世界呢 有 有一个无知世界的存在 但是你自己现在 此时此刻看到的 这根本不是无知 这是完全是你自己的实觉 然后呢 你的初觉 你的实觉 这些全部加起来了以后呢 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五个感官 获得的 这个五个星系 抽在一起 然后呢 我们的意识就决定 决定 这就是它的味道 这就是它的颜色 这就是它的 这个初觉 那它的这个 面的体积 然后呢 它把这个全部 对 这个 放在一起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 一个舞体 它 比如说我们 闻到的 然后呢 触碰到的 看到的 全部架在一起以后呢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 整体的一个无知 但是实际上外面是 没有无知的 没有无知 那这个 这两个都是小乘佛教啊 但是呢 它们两个的观点 就是有这么大的 不一样 然后到了 然后到了威士 威士众的时候呢 就大乘佛教的 威士众的时候呢 然后它把这个 物质的部分 全部取掉了 没有无知 根本不存在物质 是我们的阿赖耶识 它自己 就是投射出来的 一些画面 我们看到的 都是阿赖耶识的画面 除了阿赖耶识 就是投射出来的画面 意外呢 外面呢 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 无知世界 但是我们任何一个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这些东西啊 虽然它的本质 是我们的阿赖耶识 这个阿赖耶识的 一个画面 但是呢 我们不这么深入地 去思考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说 这是物质 为什么呢 它虽然深入 它本质不是物质 但是呢 在我们的感官的层面 讲它就是非常 像是一个物质 所以呢 我们就不需要去争论 你看到的像物质 就物质 你认为是物质 就物质了 这个就不需要再争论 但如果我们想了解 它的真相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那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要我们深入地去思考 思考的时候呢 然后就是没有这个 除了我们感官看到的以外 没有别的东西了 这实际上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我们 就实际上我们做梦的时候啊 就在梦里面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 都不就是我们自己的 医师的 这个我们的医师的 投射出来的画面吗 梦里面哪有这些 这些我们看到的 人时的不认识的人啊 那些不存在 那就跟这个是一模一样 但是他说 阿赖耶士这东西 永远都是真实的 这个是真实的 然后到了这个中观 中观这个层面的时候呢 然后他把这个阿赖耶士 也就取掉了 也不是说不存在 他是说这也是虚拟的 那么什么是不虚拟的呢 那他说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是不虚拟的 又都是虚拟的 但只不过我们自己啊 没有那么去深入地 去了解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的感官 他看到的就不是虚拟的 因为我们的感官 他的灵敏度不高 所以呢他看的时候呢 确实很多东西 都是真实的一样 跟真实的是一模一样 这个我们 比如说我们 许年的一些 那个课程里面 这个一级的 一级的这个学员 还是二级 那个时候 我们讲过这个课啊 比如说佛经里面呢 他平时常用的一个 一个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炫火轮啊 炫火轮 这个叫什么叫做 这个炫火轮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儿这看到 这个这个激光碧的 这个电啊 这个他不不运动的时候呢 他就是一个电啊 然后运动了以后呢 高速运动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一个 这样子的环心的 那这叫做炫火轮啊 炫火轮 然后 他我们的 当他的这个 当他的速度啊 就是达到一定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眼睛 再仔细地看 它就是一个 一个 就是一个轮啊 就是一个轮 它不是一个电啊 然后呢 它的这个速度 慢慢慢下来了以后呢 那这不是一个轮啊 它就是一个电啊 那这个电和这个 一个一个炫火轮 这两个的这个 呃 区别是什么呢 那就是用它的速度 来决定 哎 它速度够快的时候呢 我们的眼睛啊 里面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这个 环心的光啊 环心的光 然后它的速度慢下来的时候呢 然后呃 就是 它就是一个点啊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子理解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任何一个物质啊 任何一个物质都是都是 它是分子构成的 然后分子下面呢 就是原子啊 原子 然后原子是什么东西呢 原子的这个中间就原子核 然后呢 周边就是有很多的原子的电子在 在在这个 饶啊 在转动啊 那那那量子物质里面呢 还不叫转动 但是呢 大概就可以这样子理解啊 那么一个原子核的周围呢 那就是有物质 有很多的电子 就是这样子的 就饶啊 那么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桌子 就是这样子的 呃 这个一个云动的这个桌子 但是我们的肉眼看 它不是云动啊 它就是一个精致的东西 我们看任何一个物质啊 它就是一个呃 啊 精致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云动的 呃 那么我们现在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 因为这个电 它的这个 这个电子核的 呃 这个原子核周边的电子啊 它 这转得很快 它速度很快 那它速度快了以后呢 我们的眼睛啊 就是哽不上 哽不上以后呢 我们的眼睛里面呢 这个所有转动的东西 就变成了一个 一个一个东西了 一个 呃 然后呢 我们眼睛一看 呃 那就是一个如如不动的 一个精致的物质就诞生了 呃 那实际上这里有这样子的东西吗 没有这样东西啊 那没有这样东西 我们不就是明明看到了吗 那这是我们的实觉当中产生的 这就是我们的实觉的产物 哎 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任何一个东西 是我们的 视觉的产物 没有一个东西是真实我们看到的 哎 就这么简单 哎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看到的啊 就是一个原子啊 一个原子啊 原子周边的这些电子转动的时候呢 转动转起来了以后呢 比如说它的踢机啊 它的踢机 比如说它的 它 这样高速运动的时候呢 我们的 比如我们眼睛当然是看不到这个原子啊 假如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话呢 那么它就在我们的眼睛里面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 很庞大的一个物体啊 那么这个物体当中啊 真正存在的这个是 是就那个原子和和几个电子啊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一个原子的这个 它的真正的这个这个体积 真实的东西有多大呢 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99% 9点后面再放7个9啊 然后这个都是虚拟的 哎 99% 9点 7个9啊 这全部都是虚拟 虚拟是怎么讲呢 这个我们以前讲过了 比如说我们啊 这样子 这个激光碧运动的时候呢 这个圆圈是360度啊 360度 实际上这个里面有真实的东西有多少度呢 这有一个就这个一个啊 但是他高速运动的时候 整个360度里面我们都看得到光 哎 都看得到 但是实际上呢 只有360度当中的只有一个度 上面有这个光啊 其他上面都是没有 其他的上面都是没有这个光 但是他运动高速运动的时候呢 我们的视觉就跟不上啊 跟不上了以后呢 我们的视觉当中 他就参成一个圆条的啊 这个一个长远的一条弦 变成了一条弦哎 那今天呢 我们看到的物质啊 全部都是这样子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一张桌子的时候呢 他桌子的本身的这个 他的 他的本身的形状是不是这样子呢 那根本就不是 是因为我们的视觉参与了以后呢 他就变成这样子啊 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 我们今天在 在这个房间里面的所有的人 就是比如说我比如比如说出去了 谁都不不往外 不不往里看啊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这个这个里面的这些 任何东西都是不是 是不是已然是我们看到的这样子呢 根本不是绝对不是 我们如果 人没有看的时候呢 他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 嗯 就是有人看的时候呢 然后任何一个花都有颜色 然后呢任何一个一个东西都变成了这个金枝 然后呢任何一个 比如说像桌子也就变成了一个长方心啊 等等等等都都变成了 全部就是变成了这样子 但是我们出去了以后 他不是我回来一看啊 全部又还原了 哎 这个也许可能我们 我们我觉得也许有些人觉得这个特别的容易懂啊 特别容易接受 有些人觉得这个怎么可能呢 我们谁都没有人没有人看的时候 这个里面的东西就不存在了吗 那我们出去了以后 这里面很多东西都不存在了吗 怎么可能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 也这个也不叫完全不存在 但是根本就不是我们看到的这样子的 哎 特别的有意思啊 这个特别的有意思 所以这个佛教教的这个缘起行功 我们我们完全是可以用武力学的 武力学的角度去哎 哎这个阐述非常的有意思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样子以后呢 那我们啊 就是明白我们真的是不是 不是就是 不是就是某个宗教说手啊 不是就是不是我们佛教自己说的什么 是是是一个宗教的观点 就真实就是我们 就活在一个这样子的虚拟的世界里面 哎 那这样子以后呢 问题来了啊 什么问题呢 那我们这样子这个虚拟世界里面这样子活着 然后呢而且又活着有这么的这个辛苦啊 又有这么多的压力 有很多很多的痛苦 那这个虚拟世界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痛苦呢 那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些呢 哎 然后就有了啊 那那方法是什么呢 那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呢 那梦里面也有各种各样的痛苦呀 也有压力呀 什么都有啊 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那当然是新过来了 新过来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哎 那这样子就是说 如果我们从轮回当中有一天开悟了 哎 开悟了 呃 正无了 啊 那么就是我们从噩梦里面新过来了一样 啊 立即就是这些痛苦啊 所有的这些痛苦啊 啊 这个压力啊 焦虑啊 空拘啊 那全部都是一下子 当下就消失 当下就不存在了 哎 所以 这就是诸法从元旗 所以呢啊 我们要要理解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所有的万事万物 是他的因缘产生 他的因缘在那里 他因缘就在我们的感官上面 哎 不要到往外面去照他的因缘 就我们他们的因缘就在我们的 呃 这个人的呃 感官啊 再深入的讲的话 实际上也不是感官 实际上就是就是他们的所有的因缘 都在我们的阿赖耶士上面啊 阿赖耶士上面 然后呢 如果我们通过这个智慧 把阿赖耶士上面的这些 这些各种各样的种子啊 全部给他磨掉啊 磨掉 那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就是看到的就不是这样子的 不清津的这些东西 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的电脑的这个啊 电脑的这个内存啊 银盘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他屏幕里面就看到什么东西 如果他这个里面删除了 屏幕里面也就不会有了 哎 同样的我们的阿赖耶士里面 我们今天看到的就像个电 就像个这个大屏幕里面看到的画面一样 这个都是来自于我们的阿赖耶士啊 从来自于我们的阿赖耶士 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看到一个真实的东西啊 准确的说的话 从来都没有看到一个真实的东西 但是这句话 佛教也就是大家的这个人知道了一定的时候 才会告诉大家 这个之前呢 佛经里面也讲 这个不能说 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不能说呢 因为很多人的接受的程度啊 还没有到这个时候 然后呢 你这么一说 人家就觉得完全 就是觉得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从此以后呢 他可能也再也就不去学习 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就是确定啊 这个完全是非常荒唐 不可能 他一下子就会贴这样子的各种各样标签 所以呢 那佛的这种引导的方法就是我们能接受多少啊 他就讲多少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接受消化了以后呢 然后就再推出一个稍微比这个根深入一点的 这样子 所以就有了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 这么一步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讲 把真实最后也可以我们这样子讲 释迦牟尼佛三转法轮 第一转法轮的时候呢 虽然讲了这个人无我啊 讲了人无我 但是呢 绝大多数都是讲这个 这个因果呀 轮回呀 他都是讲这个很很很普通的这些常识 然后就是这个大家都基本上啊 了解了以后 接受了以后呢 然后佛陀就是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 就有所有所这个内容上面呢 有所提升 然后就讲空心 讲空心了 那空心大家也能够理解的时候呢 然后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 就就讲佛心 就讲佛心入来藏 这样子一步一步一步的 一步一步的这个推出 他的这些理论啊 所以呢 我们平时啊 比如说我们还没有这个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需要讲这么多的东西 这个物质就是物质世界 你就在这个世界里 好好的 这个心闪 断额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未来 下意识 也可以就是山有山报 恶有恶报 你的未来 也是一定是很快乐 很幸福的 就只告诉我们就这些了 其他的这个 关于这个空心啊 缘气啊 这都不讲 然后呢 当人们的这个就人事啊 或者追求啊 有所提高的时候呢 然后就开始就讲这些 就这样子以后呢 越来越深 最后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世界啊 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然后呢 为了表达这个内容啊 用电影的形式表达 那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电影 就是黑客帝国 这个里面呢 它讲什么呢 它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在西方 这个黑客帝国电影 很多人就叫做佛教的电影 它实际上 它讲的就是 它讲的就是佛教的内容 它讲的都是佛教的内容 所以佛教跟这个 现代的 佛教的元旗的这个观点 跟现代的 比如说高科技的极数啊 或者是现代的 这个物理学的一些 新的发明 新发现的一些 非常好的一些观点 结合 讲的话 那完全是可以讲得通的 完全可以讲得通 那最后一点点啊 这个像物理学 还没有突破 还没有突破 佛经是早就 早就已经突破了 这一点 除了这个以外 很多方面都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个 很大的不一样呢 就是到了这个 内在的精神 这个层面的时候呢 然后科学 确实是 目前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就没办法解释了 没办法解释 所以很多人也就 干脆就说 没有什么意识 意识 阿雷耶识 什么人的意识 都是大脑 不存在 他们不太喜欢 他们希望 就是人没有意识 这样子的话呢 就没有 他们就是少一些麻烦 所以呢 就是干脆没有意识 就好了 但是很麻烦 这为什么呢 就是很矛盾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也天天 面临这个精神上的 各种各样的困扰 所以也就这个当中 很矛盾的 除了这一点以外 除了这个以外呢 都是很一样 那我们应该这样子 叫主法从元气 就是说万事万无 是我们的意识 当中产生的 当然这个是最比较高的 结识的方法 一般的这个结识呢 怎么讲呢 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讲 万事万无 比如说花有花的种子 然后粮食就有粮食的种子 然后生命就有生命的种子 那就是从这个层面讲的话 就是去一般普通的 一般的这个讲解的方法 那主法从元气 然后这个元 元我们自己可以去创造 现在我们的阿赖耶士上面呢 我们就储存什么东西呢 完全是我们自己可以作主 我自己的阿赖耶士上面呢 我就把这个慈悲心啊 智慧啊 还有等等 把这些种子 就是就储存这些东西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以后就阿赖耶士 就是他把他的画面偷射出来的时候呢 然后那那一定会是很清净的 世界很快乐的 如果是杀到阴亡啊 这样子的这个事情 那就储存在这个阿赖耶士 那么以后呢 他到时候他的这个画面 那就一定是很糟糕 这样子 所以就是主法从元气 如来所时应 就是说 如来呢 说 这就是淫缘 这个就是淫缘 诸法一切万事万物 从他的淫缘当中产生 如来就是说 这就是他们的淫 这叫做淫缘 笔法引缘静 如果有一天 他的淫缘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 他的淫缘小失了 那么小失了以后呢 那怎么样呢 那就这个 他这个万事万物啊 他本身也就会小失到 比如说我们现在 这这朵花 因为它里面的水分 很很充足 所以就是看起来很漂亮 然后呢 三天五天以后呢 这里面的水慢慢慢慢 蒸发了以后 没有了以后呢 然后呢 这朵花 就我们现在不是看起来 不是想现在这样子 它就发生变化 所以有淫 然后有淫缘 然后这个花 这个万事万物 它是会单生 然后呢 没有了它的淫缘的时候 它就会消失 它会消失 那么一切都是这样子 这个整个这个世界 也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一个人的生命 也是这样 然后我们的情绪 也是这样子 这个也很有意思的 比如说 我们就是有些生物 我们特别情绪 特别的激动 或者是感觉 这个有压力 或者是我们特别不开心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也得要去照 我这个不开心是什么呢 是果 然后这个不开心 它肯定是有淫和缘 那么它的淫缘是什么呢 它来自于哪里呢 去照它的淫缘 然后呢 照到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就是很多问题 就可以解决 我们心理学上面的这个催眠的治疗法 不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吗 催眠 比如说有些人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空高症 等等 那这样子以后呢 它解决不了的时候呢 给它催眠 催眠了以后呢 就是往回去看 看有一天呢 也许是这一世 也许是上一世啊 就是因为有一次呢 它就是这个高空上操作摔下来了呀 或者是什么什么原因 就是留下来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空高症 那它就照到了源头了 源头照到了 原来是这样子 以后呢 就这个从催眠当中出来了 以后呢 那这个空高症就解决了 这个就解决了 以后就不会不会再有 这空高 那么它们的这个原因就是这样子 它们的因缘就是在这个当中产生的 所以照到了这个源头的时候呢 都很好解决 然后我们也是一样啊 我们平时开心的时候啊 或者是我们不开心的 愤怒的时候啊 那这个时候有去照 往回去照 如果你不往回去照的话 当下要让它停下来 这个是很难停不下来 就往回照为什么生气啊 有没有必要啊 那就是照到了这个原因的时候呢 在原因这个因缘上面去思考 这个有值不值得呀 有没有必要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这样子以后呢 相同了以后 一下子这个因为它的因缘上面 就说发生了改变 改变了以后呢 这个愤怒也就会消失的 所以这个这个缘起的发 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可以用的啊 各行各业里面都是可以用的 它它有这个非常有这个实用的价值啊 实用的价值特别有意义的 那这些一些具体的方法呢 我们就要到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啊 今天讲的它是一个理论的框架 它这是它的低层的逻辑 笔伐引缘净啊 如果这个因缘紧了 那么就这个它都 它这个结果也就会消失啊 所以这叫做什么 就原灭怨气和原灭 灭就是灭亡啊 那么原这个因缘没有了以后呢 然后它就这个这个这个实青啊 这个物质它也就会消失了 然后呢 当它有这个因缘的时候呢 它一定会一定会往下这个发展 哎这样子 那么这个因缘起和怨灭来决定 这个万事万物的这个毁灭 和万事万物的发展啊 是大撒门所 大撒门撒门是谁呢 撒门就是就是守心人 撒门啊 守心人 大撒门是谁呢 大修行人 那这是佛陀 这是佛陀说的 有两有两个啊 这里面有两个佛陀说 前面 诸法从缘起 如来说是因 这也是如来 如来也是佛 这是佛说的缘起 那后面说 笔伐因缘紧 是大撒门说 大撒门说什么呢 说如果因缘紧了 啊 那么这个结果也会停止的 所以结果也就是它的国也就会消失 就是这样子 所以有因缘就有其他的 没有因缘啊 那么就后续的也就会停止 这样 这叫做缘起法 缘起节就是这样子 这个我们简单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缘起呢 就基本上我们今天上午讲的这些 就是终结了 哎 下面呢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叫做 呃 迎缘心 啊 轮颂 啊 迎缘形 这也叫做缘起心 也可以迎缘形啊 那这是龙鼠菩萨的一个著作 呃 这个文字不多 呃 文字不多 那么龙鼠菩萨的这个著作呢 他是把所有的佛经里面啊 佛经里面所讲的 所讲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 呃 所有的这些 迎缘起的内容啊 然后呢 就是挥集 龙所 以后呢 就写了一个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论啊 文字不多 但是内容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 那 这个叫做 呃 迎缘形啊 心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的精华啊 精华 就是缘起法的精华 龙所版 啊 就这意思啊 心啊 这跟我们的人的精神没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心就是佛经里面经常都有 寅缘性 就是说缘起的精华啊 很多很多将缘起的佛经的精华 哎 佛经的精华 就这意思 寅缘 心 轮 总 龙鼠菩萨 左啊 然后呢 下面就讲 差别 是而直 啊 是而直 就是我们今天啊 上部讲的从无名啊到最后的这个闹死啊 就这中间的十二直 十二直 差别就是说分别啊一个一个的讲 哎 这之间的差别不同的差别 哎 那么这十二个呢 叫做十二直啊 这是能认朔元生 哎 能认是什么呢 能认就是佛陀的佛陀的另外的一个名字啊 能认就是佛 佛说啊 这十二个缘起啊 这十二个缘起十二直是因缘所产生的 能认朔元生 就是说这十二个就是佛说这十二个是因缘产生的 那这个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啊 前面的比如说无名啊当中就产生了行啊 等等等等 前面前前都是因厚厚都是锅啊 这样子就是一个一个这个轮回 这也是一个轮回啊 能人所产生 这就是十二个缘 那这个缘啊 这个十二个缘可以就分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跟我们前面讲的我们今天上午讲的三个阶段不一样啊 我们上午讲的十二个阶段呢 三个阶段呢 一个是前世 一个是现世啊 另外一个是后世 就这么三个阶段 但这个不是啊 这个三个阶段不是这意思 那他这个三个阶段是什么意思呢 十二个这个十二个缘期 这个可以分类啊 分类的话 他就可以分三个中类啊 这三种举舌进 就是说舍就一舍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可以包可以这个包含啊 三个当中全部可以包含啊 三个中类当中就十二个都包含了啊 换句话说的话呢 十二个元期值 我们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中类啊 就这意思 三种举舌进 就是说把所有的全部十二个啊 都可以三个中类啊 当中就可以包含了啊 那三个中类是呢 那那那三个呢 就前面这句话 雨烦恼夜苦 就这三个啊 一个是烦恼啊 烦恼 一个中类是烦恼的中类啊 第一个 第二个中类是夜的中类啊 第三个中类是苦 就是痛苦哎 苦的中类 这样子就是三个中类啊 烦恼 夜 哭啊 就这三个中类 这三个中类当中啊 就全部都包含了 这个啊 我们这地方看到的这个哭这个字啊 平时呢 就是一个 它是人的感受 但这个地方呢 它不是不仅仅是这个感受啊 这个哭是用这个哭这个字来形容 从就是人的这个这个医生啊 人的医生 人的医生当中的外在内在的很多东西啊 凡是从烦恼和业当中产生的都叫做哭 我们将将将将这个四滴的时候 就不就叫哭滴吗 啊 就这意思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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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这个字呢 啊 我们不能理解为 呃 呃 仅仅是这个人的 痛苦的感受啊 不是这样子 它 它范围比较广大的就是 虽然有哭这个字 但是实际上意思就是说 它要表达的意思呢 就是哭滴啊 那哭滴范围就很很很光了 大家知道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十二个元旗 可以分类 一类是烦恼烦恼啊 第二类是夜的雷 第三类就是痛苦空啊 这个哭类这样子 三个种类啊 啊当中可以包含 啊 接下来这个三个当中 怎么个包含呢 啊 手机首先说 出把旧烦恼啊 这个里面啊 就是我们看这个哭的字啊 这个是为了大家方便我家的啊 这个原文里面是没有的 原文是说 出把旧烦恼 哎 是说这个十二个元旗当中的出 就是第一啊 第一 第八 第九啊 这三个叫做烦恼 这叫做烦恼类 那出是哪个呢 当然是无名 这个我们大家知道 第一是无名 第八是什么呢 第八 矮 对 第九 取 而这三个叫做烦恼类啊 这就是烦恼 这个是我们讲这个人的烦恼的时候呢 这些都是属于这个烦恼里面的啊 啊 哎我们刚才讲了 如果我们理解为这个慈悲啊 那就那就不是烦恼了啊 这个就是欲望啊 欲望 然后呢 去我们上午也就就就就大家学习了 这个就是上升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变成了去啊 欲望就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 这三个啊 实际上就是 第一个是无名啊 后面的两个就是欲望啊 那么欲望和无名两个都是烦恼 这两个都是烦恼 这是第一类 然后第二类呢就说 二极是 是业啊 第二和第四啊 第二枝和第四枝是业啊 那第二那无名之和就是行啊 第二就是行 行 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 然后第十啊 第四是什么 第四是有啊 那么这两个 今天我们上午有一个学院不是问了吗 两个都是也 这是有什么区别呢啊 就是这两个都是也 十二个这个这个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 这个十二个元气里面呢 有三个是烦恼 是除啊 第一 第八 第九啊 这些都是属于烦恼类的 然后有两个是也啊 也啊 是第二和第十啊 这两个都是也 然后那这两个有什么什么区别呢 我们不是把这个十二个元气就是分布于三个前世今生后世三个啊阶段 那么这个时候呢 行是前世的也啊 然后有是后世的也 后世的也就这个差别啊 他本质上没有差别两个都是也 啊 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啊 就是前世啊 呃 的也 那么这一生当中呢 还要造也 造不造也就没有后世了 呃 比如说 菩萨 菩萨到了第一地的时候啊 啊 菩萨不就有从第一地到十地吗 嗯 然后菩萨就到了第一地的时候呢 他从此以后不会再造啊 新的也 呃 菩萨到了一地的时候呢 他不会再造新的也 哎 所以呢 从此以后呢 菩萨的这个 啊 轮回啊 轮回的这个原因啊 那就不是烦恼也不是也啊 而是慈悲啊 而是慈悲 然后我们普通人的这个 轮回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 就是这个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了 就是第一个是烦恼 第二个就是也啊 然后这烦恼跟也 正好这两个就叫什么呢啊 就叫我们四滴里面的这个 几滴就是这两个 哎 几滴是赢 然后酷滴啊 就是过啊 然后呢 后续的这些都会出现啊 都会出现的 所以呢 而这个行是上一世的上一世造的也也就是成熟于今生的哎 然后呢有底是是我们这一世造的也这个成熟于下一世哎 然后呢 菩萨呢 异地菩萨呢 他他虽然有有可能有以前的也哎 但是呢这一世他就不会再造新的也了 所以后面他就不会不会因为是轮回不会因为烦恼啊而轮回 他是因为度为了度终生慈悲心啊 他的这个轮回的原因就是因就是这样子 然后阿罗汉啊 阿罗汉啊 阿罗汉有两种阿罗汉啊阿罗汉一种叫做物于阿罗汉一个叫做有余阿罗汉啊 余是什么呢 余就是说他的比如说一个阿罗汉在这一生当中他就整得了阿罗汉啊但是他还没有死人还活着哎 这样子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啊还在啊所以叫做有余哎有余就是他身体还在还没有还没有结束啊 然后呢另外一个这个物欲的阿罗汉是什么呢 有有一种人呢他活着的时候呢还没有整得阿罗汉 那就是死亡的时候就在中阴的时候就整得了阿罗汉哎 那么这个阿罗汉呢他就中阴的时候就他已经离开了这个柔体哎 然后呢这个柔体已经不存在了那下一个他会不会有柔体呢不会有的他不会再轮回的哎 所以呢这叫做物于阿罗汉 那么其中的这个有余阿罗汉啊他们呢啊已经证悟了这个人物已经达到最高境界 所以他们也不会啊再造野他不会再造野所以他也不会有下意识 他不会不会有下意识的轮回哎 但是呢他有上意识的这个野还在哎 所以呢很多的阿罗汉啊他的内在精神上是没有任何的痛苦的啊 他遇到这个痛苦跟遇到心肤啊他的精神上就不会有任何不一样都是一样一样的平等 但是他的身体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的境界所以呢身体是有痛苦的感觉有痛苦的感觉哎 所以呢在佛陀的身边呢有一些有一些阿罗汉呢就是被被一些人这个就杀害啊有些阿罗汉呢饿死了哎 那饿死是不是当时是是不是饥荒不是饥荒哎当时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这是因为他自己过去造了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业哎 然后呢他就饿死了就这个这个故事非常的神动啊佛经里面是有的就有一个阿罗汉呢 他他们他每一次比如说我们就十个二十个多少个阿罗阿罗这僧中啊一起去这个托拨要饭的时候呢 那么同样的饭啊就在他的这个帛里面啊放在他的帛里面那就是完全是变成了就不能吃的东西了哎不能吃的东西 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时候这个有些阿罗汉确实是有神通的哎他们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人这个阿罗汉呢明明就是每天都不能吃饭就快要饿死的时候呢这些阿罗汉就是通过神通啊就是获取非常有营养的食物就是放在他帛里面仍然不行啊就放到他的帛里面的时候呢然后就变成了浑浊的水啊浑浊的水 一个特别特别就像下水岛里面的水一样浑浊的水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哎最后就是活活的就饿死了哎佛陀也在啊佛陀也没办法了佛陀那最后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困扰这是怎么回事呢佛陀说他当时就是就造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业哎那么这一生呢他虽然是争得了阿罗汉哎但是呢因为他的业的这个就少部分的业还在哎 所以呢他这一生当中呢这个就是一定要他自己去面对啊这叫做因果不虚因果不虚就是这样子所以阿罗汉他也是这样子啊但是阿罗汉比如说他虽然是这样子饿死了但是呢他的内心当中因为他已经证悟了无我证悟了无我所以他有没有高兴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呢没有他这些 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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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他是没有的没有这些情绪呃没有情绪呃但是肉体是以前的这个普通人的肉体呃这个是呃他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呃所以呢那吃没有吃到这个营养啊那他他会死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嗯还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 古史 很多这样的古史 比如说 那个时候就斯里兰卡的 这个国王 梁兄弟里面的 他的大哥 那个时候在当 斯里兰卡的国王 然后他 就是晚年的时候 年纪比较大了 大了以后他就不想当国王 他想出嫁 然后就出嫁了 出嫁了以后 就到佛陀的身边 去修行 但是后面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 征得阿罗哈 他一直都在奴隶 然后 这个斯里兰卡那边 他的弟弟就当国王 他弟弟当国王 他弟弟的能力不怎么样 那就是他们发生了一个争辩 发生了争辩 那么这个怎么去解决呢 那就是我们就只有把这个老国王 亲回来 亲回来 给他的为王 来摆平这件事情 那这样子以后呢 大家商量了以后呢 就是到印度去 这个 去把这个老国王 给他亲回来 那亲回来的时候呢 这个下面有些人就知道了 他们去亲老 这个老国王 那么老国王回来了以后呢 他们知道 对他们不利 对他们不利 那么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呢 他们就悄悄偷偷地 就派一些杀手 到这个 到这个路上去 埋伏 然后呢 把这个老国王 就不允许他回来 就想把他杀掉 那这样子以后呢 最后就是 这个老国王 他得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呢 他就准备回去了 他就来佛陀的前面 他来高次 高次 他说就是老家 发生了一个这样子的事情 让他回去解决这个问题 他想解决 他暂时回去一下 佛陀就知道了 这个这个这个时候呢 就是他回去了以后呢 再也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就是路上 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佛陀一看 这个耶 真的是就没办法改变 佛也是没有办法改变 那这样子以后呢 佛陀也就就 也就就 也就就只能 沉默 就没有说什么 那么 只有让他回去了 那回去了以后呢 在路上 确实是遇到了 他们排来的这个杀手 然后 这些杀手 可能也 之前也他们认识的 那老国王就说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想法呢 然后他们把这个事情都说了 说完了以后呢 老国王就说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们先等一等 给我齐天的时间 我出嫁了 但是呢 我还没有做到这个出嫁的 我还没有达到出嫁的墓地 出嫁的墓地是什么 当然是争得阿罗汉呢 意思就是说 我还没有争得争得阿罗汉 给我齐天的时间 然后我争得了阿罗汉以后再说 然后这些杀手 他们也是人史的这个老国王 以前也是对 可能这口碑也比较好 这样以后呢 他们也就答应了 那七天当中 他就非常非常用功的 非常地认真的去修心 修了七天 七天就争得了阿罗汉了 最后的七天 他真的是争得了阿罗汉 那他争得了阿罗汉以后呢 他的所有的恐惧 所有的担忧 一切都不存在了 就无所谓 这个生死 就根本就不是什么事情 根本就无所谓了 这个时候 七天以后呢 出来了 最后呢 这些杀手也就把这个国王 就杀害了 那这个也是一个例子 国王这个时候 老国王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这个不是国王了 是原来的原来的国王啊 这个时候 他已经是一个出家人 那这个七天当中呢 他也整得了阿罗汉 但是最后呢 还是被杀害了 就是这样子 那这也是过去的一个营 但是这些所有的阿罗汉 他们不会再去造营 那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他们有这个我们不是说 而及事事业 他们有第二个业 但是他们有第四个业 他有第二个业 所以在这一世当中呢 他就是要承担这些国宝 面对这些国宝 但是他没有第十个业 第十个业 所以他不会后面呢 他就是这一次 他是最后一次的轮回 最后一次的轮回 后面他再也没有轮回了 成就了 但是这是小城佛教的观点 大城佛教呢 他不是这样 大城佛教觉得 这个是解断性的 可以说灵暂时是没有轮回 他却是这个之后呢 他很长一段时间当中 就在就在安住在一个 一个深都的这个禅丁当中 这个时候他是没有轮回 但是呢经过了很长很长很长时间 以后呢他还得要回来 还得要一步一步的学 最后就是要成佛 那这是大城佛教的说法 小城佛他自己不认为 他自己我这个是追究经的 那么这个他们呢 他们有第二种 第二种业 但是他们没有第三种 不是第四个 他没有 阿罗汉也没有 然后呢这个一地一上的菩萨 他们也没有 所以 他们也没有这个 后面的 这样子的轮回 二极是事业 然后与其解实酷 生下的这个十二个当中 我们把这个五个 三个烦恼 两个也 一共是五个 把这个五个拉掉了以后呢 然后呢 还生下了七个 那这七个都叫做酷 这就是属于这个酷笛的 属于酷笛的这个种类 与其解实酷 然后 摄而为三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十二个元气质全部啊 也 烦恼 也 和哭啊 这三个里面呢 完全就包含了 所以叫做为三摄 这里面全部包含了 这是一个 这是这是一个分类的方法 然后呢 下面就是 就是讲啊 这个 从三 胜于 儿 从三 胜于 儿 这是什么呢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 道家这样的一生 二生 什么 是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表达的方法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想 但不是 他说的散是什么呢 散是烦恼 前面我们不是有三个烦恼吗 无名 哀 驱 就这三个啊 散 就是这三个烦恼 胜于儿啊 三个当中 胜于儿 儿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 两个前面的业啊 前面的业 就是 十二当中的 十二指当中的行 和用 就在这个啊 因为比如说我们的人 就有 首先我们有无名 然后我们的鱼王膨胀 然后鱼王膨胀的时候呢 那就我们去 比如说煞到阴翁啊 或者是新山呢 那不 这个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 哎 所以这个 从三胜于儿啊 然后 从而胜于气啊 儿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而也啊 行和用啊 这个当中呢 产生什么呢 产生气啊 啊 七是什么 欲气 借食福 刚才讲的这个 其他的七个 就从这个当中 诞生了 哎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也就是一个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也是一个 前后的这样子的关系啊 首先第四 首先三个 是烦恼 哎 烦恼当中呢 生什么呢 生野啊 然后造了业以后呢 然后就是 出现啊 这个 酷低 人生 下意识的生命 哎 那么这样子就叫做 从而胜于气 啊 从而胜于气 然后之后呢 啊 之后 以福 胜于散啊 啊 然后是不是结束了呢 当然不结束啊 那就是轮回都要从头来 所以呢 以福说 以福就是说 这个啊 一个轮回结束了以后呢 又开始这个 我们这个气当中呢 又开始生 生于散啊 气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生命的过程啊 就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人生命的过程当中 那当然生活的过程 生存的过程当中 那有当然有无名啊 爱啊 去啊 有这些烦恼 碎时都有可能出来了啊 那这个烦恼出来了以后呢 他又会造业 造业完了以后呢 那又是 这个前面的七个 那这样子一个恶心循环呢 他永远都没办法停 那停不下来 此由轮熟转 哎 所以呢 这个就是像 像轮啊 像侧轮一样的转啊 无数的这样子转 那么这个转 转完了以后 气完了以后 又从头反倒三 三完了以后就二 二完了以后就七 七当中呢 又产生这个三啊 然后又是二啊 这样的一个轮回 所以呢 此由 轮熟转 哎 轮熟转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这个叫做轮回 这叫做轮回 好 这个地方我们先 大家先休息一下啊 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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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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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